大家好 10月8号周四的晚上 现在是20点05分啊 再给大家聊聊房地产的话题哈 很多朋友远远低估了这次国家啊 也就是政府啊 对打压地产的决心 因为他们不明白内需化 现在要内需了啊 内需化是居民的消费 而在当前居民的负债水平之下 如果按照可支配收入和负债的指标来看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梯队了 就是你的可支配收入和负债的比例啊 而从增速看更是遥遥领先 且人类历史最快 消费如何能起得来呢 所有的钱包括预期都投向了价格泡沫巨大的房地产行业 三条红线啊 针对开发商的就是那个关于举债的啊 三条红线和银行30%的房贷目标 针对居民的这两个调控手段 绝非以前的限价限购限贷能相提并论的 因为房价的核心引擎是信贷 掐住了银行这个房地产信用扩张器的源头 效果远大于其他调控手段 三条红线的事讨论的已经很多了 说说30%目标的事 在房价普涨的啊 普遍涨价的2016年 下半年的房贷整体占比 甚至超过了50% 其实现在也是 对吧 你去银行 如果你是为了买房而贷款 银行还是愿意贷给你 因为你有房子 对吧 你有抵押物啊 说白了 你其他的贷款难度就大多了 尤其对于个人来说 中国银行甚至达到80% Bank of China中行啊 80%的对外贷款都是房屋贷款 房地产的贷款啊 2017到19年虽然逐年下滑 但19年年末 六家国有大行 六家国有大行 中农工建交 还有哪个吗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交通银行 他说六大国有大行 不知道那个第六家是哪一家啊 新增贷款中 个人住房贷款占比 39.56% 那就是40吧 40% 四成 注意啊 政策的目标是把 设房贷款的占比 降至30% 那还得再降下来 9.56% 就是10%啊 再降下来 一成 涉及房地产的贷款 可不仅仅只是居民买房的贷款 也就是说当前的房地产信贷 压缩目标还很远 是吧 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工作要做 难度也很大 总的来说 房地产的信用扩张程度 要回到2015年 也就是房地产去库存 去库存政策之前 这不仅仅是房价 会不会跌回到2015年 跌多少的问题 房价也要跌啊 跌到2015年 更重要的问题是信用收缩 信用收缩啊 谁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 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发动机 也就是信用扩张的核心 一旦房产信用大幅收缩 全社会的流动性和资产负债表 都会面临剧烈的打击 我个人基本上也同意啊 其实每次出台这个政策之后 其实银行还是愿意 把这钱带给这些买房的人 因为它毕竟有个抵押物 房子你拿不走啊 对吧 房子你它是不动产啊 对于银行来说 这也是风险相对比较低的 虽然中国和日本90年的时候 房地产泡沫时 政策的发力点和泡沫的原因 不全相同 但结果和逻辑是可以参考一下的 日本的地产的泡沫历史啊 第一 1955年1955年至1990年 是日本房地产 长达35年的超级上行周期 期间仅一年出现下跌 中国房地产的上行周期 已经持续多少年了呢 第二 1955年至1974年 快速上涨期 20年涨了44倍 日本的房地产啊 那比中国可 中国可远远没有这么多 日本房地产涨了44倍 20年啊 背景是日本的GDP和人口快速增长 1975至1985是缓慢上涨期 11年的涨幅不到一倍 那么 GDP和人口增速放缓了 这是那个背景啊 所以它11年涨了不到一倍 但是之前20年涨了44倍 1955到1974 1986到1991是疯狂期 6年涨了1.7倍 背景是广场协议 美国强迫日本签了一个广场协议 和货币超发 1991年后 进入下跌期 背景是经济停滞 与人口的大拐点 人口开始负增长了 不生孩子了 第三 泡沫破灭前 城市间的分化加剧 大城市的涨幅 明选 这个大于小城市 这跟中国一样 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啊 第四 泡沫破灭后 大城市的跌幅更大 1992至2000年 兼日本六大主要城市 住宅用地的价格下跌了55% 中小城市跌幅紧19% 大城市那个土地啊 住宅用地的价格下跌的比较快 资产负债表的衰退 也是另外一个大的负面的啊 负面的一个现象 当债务达到一定的水平后 即无法继续扩张资产负债表 接下来便会进入资产负债表的衰退 即信用的湮灭的过程 人们为了降低负债 开始减少支出 减少借贷 那就是不叫通胀了 那叫通缩了啊 由此带来什么呢 这都是恶果啊 由此会带来企业收入的减少 员工的工资减少 消费进一步减少 企业收入进一步减少 企业和居民开始抛售资产 也就是房子 带来资产价格的下跌 抵押物价格下跌后 负债率进一步变高 加速抛售资产 还有裁员等 收入进一步降低 消费进一步降低啊 收入和消费都进一步降低 资产价格也进一步降低 这就进入一个恶循环了啊 恶性循环 最后希望中国啊 能成功挺过这次拆雷 带来的巨大的风险暴露 信用收缩 资产负债表衰退 恶性循环 但无论风险如何大 我真心希望最终能够坚持下去 之前搞过太多次的所谓的去杠杆 最终还是因为太痛而用更大的加杠杆的方式来掩盖 这也是中国 房价包括中国的负债率 在一波波的调控去杠杆中 反而越来越高的原因 毕竟从人口结构的角度看 中国现在啊 是比日本更严重的老龄化 马上就要来了 近在眼前了 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 对房地产的决心 所带来的潜在的信用收缩 就是银行股如此低估值的核心原因 不要看当下的业绩和估值 要想一想未来的预期折现 折现啊 预期折现 谢谢大家 就聊这么一小段啊 谢谢 再见